东海校园内的陆思伊教堂不仅是台湾的国定古迹 也是知名的地标 从1963年11月2号落成奉献至今 将近60年的长期使用之下 教堂出现了程度不一的损坏 日前通过了文化部补助案的申请 从11月1号壁馆将展开为期一年的修复工程 这也是陆思伊教堂落成至今首度的壁馆整修 碧律思中楼民中60项 为陆思伊教堂修复工程揭开序幕 这陪伴大家将近一甲子的地标型教堂 将要闭馆一年进行修缮作业 就想说趁它封起来之前 就是刚快来拍毕业照 就蛮幸运 因为如果是去明年的话可能就拍不到 这座庞大建筑不仅没有梁柱没有屋顶 数十年来屹立不遥 坐落在东海校园内 一年四季呈现出不同的美 不仅是市定国定古迹 也承载着每个人独特且珍贵的回忆 其实蛮舍不得的 因为跟这里有很多很好的回忆 本来很期待毕业典礼会在里面 非常的可惜 非常的难过 心都快碎了 陆思伊教堂在1963年11月2号落成 由知名设计师贝玉明和陈其宽等人 打造抛物双曲面的外观 结合中西文化元素 具有现代主义的中华新建筑 成为当今国际级地标 我想这个建筑不只是我们东海的精神支柱 更为重要的 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难忘的一个建筑 经过将近六十年的光阴 建筑物外观包含天花板 地板砖瓦等都有些许破损 这回的修复将会依照最初的设计来进行还原 期盼三百六十五天过后 能够再以最初的面貌和世人相见 风华再现 就从王一璋台中报道